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农村看世界 看见新农村 舌尖上的农村 走开啦 欢迎收听农情农事播报台 我是主播林大米 今天是6月4号 在每个月月初 我们都会直播一则国际农业专题 气候对农业的考验越来越剧烈 以台湾而言 从来不缺水的宜兰 最近也频频闹水荒 小农林芳仪表示 宜兰原山因为地下涌泉丰沛 即使没下雨 干净的水还是会源源不绝涌出 滋润土地 不过听老农说 这几十年来 涌泉的水位也逐年下降 最近稻子的叶子因为缺水都卷曲了 只好从附近的大排水沟 把水抽到田里 希望灌满水后 还能再撑个一个礼拜 等待雨落下来 终于这几天开始下雨了 不过就在台湾 遇到严重缺水的时刻 美国夏威夷州 反而因为四月中 烤爱岛发生的水灾 面临了全州芋头缺货的危机 芋头是夏威夷文化中 最重要的主食作物 但是在4月15号 短短24小时内 有126公分的降雨量 这个数字可能会打破 美国全国24小时降雨量的最高纪录 如此倾盆大雨 将充满淡肥的淤泥 灌进田里掩盖作物 老天爷这个帮农民追肥的动作 虽然滋养了芋头的金和叶子 但却摧毁了人最爱吃的肥美根部 由于芋头种植时间长 而农民还得清除淤泥才能重种 恐怕让热爱芋头的夏威夷人 只能赶快囤货 祈祷下一期风调雨顺了 科学家常提醒 不能把单一天灾事件 归咎于气候变迁的影响 但就如宜兰圆山老农 看到泳泉水位下降 96岁的夏威夷农民 经历前所未有的水灾 种田一辈子的老农 不需要等到科学证明 已经很清楚 天气出大事了 但气候变迁 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 想不到的影响 得靠科学家研究才知道 近来国际媒体常出现一个标题 气候暖化破坏稻米营养价值 提到作物变难种了 种得出来又比较不营养 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新的研究 在实验田区模拟未来二氧化碳浓度 可能达到的580ppm危险急速的时候 对稻米的营养成分带来严重伤害 有18种品种的营养成分都明显下降 例如蛋白质、铁、鲜和维他命B 都以不同幅度下降 这个发现也代表 全世界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口 可能会遭受严重的健康影响 全球越来越频繁的天灾 以及粮食营养危机 再次向各国政府及民众传递警讯 以上新闻由蔡雪清编辑林大米播报 走独农村小旅行 走独农村小旅行 农村超好玩 快问快答 夏天最消暑的水果是什么呢 嗯 今天的答案是水梨 因为光名字有个水字就得分了 不是吗 而苗栗三弯梨更有名哦 因为它皮薄、肉白、鲜甜多汁 六月底 这种高阶梨就会开始采收 大家都有口福了 不过如果你认识的水梨 总是餐桌上妈妈切好好的样子 那么今天就透过青农市集onair节目 你可以顺利的进阶成为懂水梨的人了 有空要是再走一趟苗栗三弯乡的话 那功力就更深厚了 三弯是苗栗县北边的一个小乡村 面积52平方公里 人口6700人左右 超过9成都是客家人 这里有值得一逛的三弯老街 还可以走走铜镜村的山林步道 想露营也没问题 而白天的活动就到果园里面探险吧 相信这是最令大人和小孩都感兴趣的 不过不是自己乱探险的哦 要有专家带路 有请今天的节目来宾 苗栗三弯梨果树任养计划的发起人 许志雄先生 先为我们小小导览一下 我们的食农教育可以让你直接在果园里面 因为说真的一般人很少会直接进果园 大部分很少可以可以让你进进来这边看 甚至是不可能会有会有果园可以让你随便进来摸 对啊 而且特别是在生产的过程中 大部分可能果园会开放给你的是他收成的时候 我观光果园大家开放进来采果 采多少称多少算你的 对不对 那个都ok 但是我们的果树任养计划是可以让你在过程中就能够去体验农物 你可以来参与套袋 嗯 或者是你可以来参与授粉 像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导览 我们真的教你真正的功夫来做 那你在真的从事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除了会更了解以外 你更能深刻的体验 而且因为你自己体验过 所以你的分享又更够力 对啊 他等于真感情就会好文章嘛 我真的做过啊 嗯 我也曾经是一日理农 我们教的也都是很很正统的 很很很完备的基础功 这样子 甚至我们在植物生理学 甚至是在病虫害的解说 什么叫真菌类病害 什么叫细菌类病害 什么样是害虫 特别是很多家庭课 他们带小朋友来的时候 其实就比在学校上自然课 都来的充实多了 对啊 因为你在课本上面看到那些 你也不见得知道那是干嘛的 对可是你来的时候 我真的抓虫给你看 而且这草这么多应该虫不少 应该是生态蛮丰富的 对啊 这有什么特别的管理方式吗 因为其实这一套叫做草生栽培 特别是对果树来说的话 其实草生栽培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草 它的作用真的是太多了 第一个 当我们上面的草象越丰富的时候 它的品种很多 然后草的覆盖面积很广的时候 那 它的虫象也会越丰富 意思就是说 我们果園里面难免有害虫 但是因为你底下 你气息的空间够 所以 它的天敌昆虫 也有相对足够的气息空间 那 它就会造成一个生态平衡 当草象丰富 虫象丰富的时候 它底下的维生物象也会丰富 维生物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不管我们下了什么肥料 什么蛋林甲钙芽啊 这些东西 不管什么元素下去 最后都要透过 维生物去分解成无机态以后 我们的果树才能吸收 其实植物都这样 那 底下维生物的群落树越多 种类越多的时候 它对于整个生态 包含果树的吸收效率 也都有一个非常正向的效应 然后 再来 这些草当它太高 可能会影响我们工作的时候 我们把它稍微除一下 大概剩个10公分 15公分 不要把它弄死了 因为它之后还会再长 那 它倒下来以后 直接就回归土地变成绿肥 它可以提供大量的有机质 所以说 其实草生栽培 也算是现在种果树的主流 了解了草生栽培 以后啊 我们看到农作物旁边 草象很丰富的时候 说白话一点 就是看到草很多 那么我们就可以学会判断 那是农夫故意留的 而不是没除草哦 稍待会广告后回来 我们要更进一步知道 志雄和太太秀文 是如何帮助三弯乡的梨农 创造农村共好的经济 故事很坎坷 也很有趣 别错过了 原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在自家的梨子树下野餐聊天 认识这对年轻夫妻 如何以三弯梨果树计划 带动这个水梨的故乡 让三弯梨的美味继续传承 甚至还有研发冰淇淋口味耶 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 会听到一边吃冰淇淋啊 虫鸣鸟叫啊 然后车子经过 什么自然音都有 对 然后是在一个梨子树下 梨子果园 你说两百六十颗的梨子 对啊 总种子面积有八分低 今天位置就在苗栗三弯 三弯很有名的三弯梨 今年的百大青龙里面呢 有一位女生叫黄秀文 秀文就以三弯梨的这个地方 算是特产 背后的整个故事 他有一位很重要的幕后黑手 我们就不讲推手了 我们讲黑手好了 就是他的先生叫许志雄 哈啰 志雄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志雄 喝一口茶 在果园树下果然是很随性的 对啊 你跟太太在苗栗三弯这个地方 是因为你们认识谈恋爱 但事实上你是在你的背景来讲 你是跟果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对啊 完全没关系 这辈子没有拿过锄头 哦 没有拿过锄头 那我为什么说你是他幕后黑手 是因为我听说 你这个从来没拿过锄头的 可是你是去年就曾经想要竞选 百大青龙 可是落选 然后今年太太选上了 这发生什么事 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这个说起来 可能要从我们在澳洲认识的时候开始讲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同一个sharehouse里面 那有一次聊天的时候 那就是聊到秀文说他们家种水梨的 那时候我问了三个问题 我问他说你们家的平均产量大概多少 他说不知道 然后我说那你们家的平均果种大概多少 就一个果子大概多大嘛 他说他也不知道 然后我说那你们家平均甜度大概几度 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 其实我原本以为这个是生产端这边都该有了一些common sense 结果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问了这三个问题对台湾农业来说根本是甜书 其实大部分就第一线生产的这些农友们 他们并没有在做这方面的统计 或者是一些非破坏性的政策 其实都没有 后来我们回来回来到台湾的时候 有一次我过来帮他们家收成 那也是我第一次吃到三万里 那真的是吃到吓到 怎么会这么好吃 对啊那个皮很薄 然后肉又细 然后那个汁啊又又很很充沛 一咬下去那汁是盆煮来了 然后甜度又高 跟我以前在台北的时候吃到的梨子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说真的啦 我在台北吃到的梨子是我妈不需要我不会吃 对啊 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梨子可以做到这么好吃啊 那后来也是辗转得知说他爸爸退休以后 可能就没有人要接了 那我觉得非常可惜 这个技术如果失串的话我吃不到这么好吃的梨子怎么办 对啊 那刚好我的工作告一段落 那我就请他爸爸是不是可以传授我这个技术 那他不然很慷慨就让我们来这边就开始先实习嘛 先开始学着种帮忙这样子 我们大概四年前吧 嗯开始务农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果园里面每棵树都有钓号码牌 嗯对 89103102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每棵果树做分号管理 我分号分区然后我们开始建立生产参数 从我们的结枝树开花树然后留果树套袋树 这些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把它建立一个数据 透过这些数据它阶段性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去对照我们 呃实际在投入一些陪陪管理应用的制裁这些生产参数 包含我们的环境的一些参数 甚至一些气象的参数的时候 我就会分析我这样做最后结果是怎样 透过这个这个动态的变化 而且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在检视 然后每一个阶段都一直在滚动性的修正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做到产季中调整 因为离子树其实它是一年一收的长期作物 通常以传统的方法 不管你这一季做好做坏 都要等你收成完了以后你才知道 所以即便你想要改正下一个年度再说吧 有没有成功后年才知道 对啊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去应用这些科学数据的记录跟分析 甚至能够做到预测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做到产季中调整 让它变成是 呃我以这些数据配合台湾的一些农政单位学术单位 我们在种植的过程中就一直不断的去找问题解决问题 那让它变成是产学同步 而不是过去的时间轴拉比较长的产学合作而已 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等一下你真的是从来没拿过锄头的人吗 对真的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 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一套 在工业界或在商业界其实都是common sense而已 但是这些东西拿到农业界的时候又变成天树了 所以我们在想如果把工业的一些制程的标准化啊 把商业的一些管理啊然后行销的一些结构 这些模式我们把它纳入到农业里面 它是不是可以mix出一个新的东西 对啊 或许就像现在日本他们在主推的产业六计划 嗯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很跨领域的一个一个整合 嗯 所以你原本学的是商业相关是不是 嗯 没有我是文化大学哲学系毕业了 好烦哦 哈哈哈哈 所以你刚刚都跟我讲认真还是 哈哈哈哈 你都讲认真的吗 你给我你那三个答案 你在考你在澳洲的时候认识了秀文 然后两个人交往是吧 嗯 然后你就这样莫名其妙考问人家三个问题 结果呢你现在那三个答案是什么 关于他家的梨子三万梨 后来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 我把这三个答案都找出来了 很好 第一个平均产量我们在正常年的时候 可以到一万八千斤 嗯 然后我们家的平均果种是八点二两 嗯 一粒八点二两 对对对 嗯 其实比较偏小啦 对啊 像其他附近还有果园他们 呃 大概可以到十两到十一两也有 嗯 因为我们透过果数量的计划 也帮其他果园一起建立生产 哦 嗯 然后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 花了大概快一百万吧 嗯 买了一台非破坏性的光波甜度测定仪 所以我可以保证每一颗梨子的甜度 嗯 然后一般人家在 人家在建立那个平均值的时候 大概三颗就说是平均值了 嗯 因为有在线率嘛 嗯 我实测是超过六百颗 哦 所以说我测出来这个数字 跟全员你随便随机摘一颗下来 它的误差没有超过0.2度 嗯 那我们家的平均甜度是10.8度 嗯 哦 你这样子 就是这些做法啊 嗯 然后走进了秀文家 给了这么大的 算是很革命性的一些东西吧 你这怎么还可能后来成为女婿呢 怎么没有 怎么没有引发太大的 哦 这个年轻人 他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懂 革命四年了还没停啊 真的 对啊 可是我觉得都已经成功了 而且你快当爸爸了 这已经算是非常有成绩了 表示很得到认可 也算是也放心的让你好好去发挥有没有 嗯 算今年啦 对今年开始就是 岳父这边比较 比较放手让我们来做啦 嗯 尤其主要今天会来哦 这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 叫果树任养计划 嗯 这个可能对秀文的爸爸在地的老果农来讲 也从来没想过 你是在做什么 这又是一件什么样的耕种的方法 你到底这个关系到我的收成 嗯 你这些少年人是在想什么 来跟阿伯安介绍解释一下 什么是三万里的果树任养计划 好 其实这个要从我们发起这个 这个计划的动机开始开始讲 我们在投入到差不多第二年的时候 大概第一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开始在思考 因为我们到了现场 才真的看到了台湾农村现场发生的问题 嗯 像一般人朗朗上口的 像什么人口老化啊 什么人力不足啊 这些东西 可能大家只在报纸上面看到那个文字 没什么感觉 你到了农村你就知道 整个残销班平均的年龄是68岁 你想想看哦 现在台湾的农村主力还是 主要劳动力还是靠这些千岁团 嗯 然后呢 台湾的传统农业其实 依赖老农经验太多了 嗯 大家都会说 啊他们都种了那么久了 他们很有经验啦 对 但是当你实际投入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些老农经验它很难被复制 嗯 因为它没有办法被数据化记录 没有办法被量化分析 嗯 所以 那时候我们第一个在想的是 如果今天这些经验的传承比例是1比1的话 那我是不是花30年才能学会它30年前的技术 那我在干嘛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能够有一套更有效率的生产模式能够出现 再来 像三万里这边这个产地他们的商业结构 商业模式比较特别 他们玩自产自销已经玩了30几年了 每一个农户 其实他们自己本身他们走的都是封闭通路 透过亲友介绍这样子拓广出去 30几年也有一个很稳定的客群在 没有错 三万里普遍啦 销售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是他们有一个潜在的隐忧 因为他们走的是封闭通路 亲友介绍的 所以 这些农业人口在老化的过程中 他们的客群也在老化 但是他们过去也没有在开架通路上面 去跟其他的商品竞争 或者是受开架通路的检验 这样子 所以说 当这些农户们老化了 客群跟着老化没有衔接上的时候 OK 十年后呢 呃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的时候 就发现 其实台湾的农产品啊 它的价格被严重低估 它里面有很多的成本被忽略掉 或者甚至被故意漏计不算 比方说像人力成本 因为像种离子 他们常常会这样子说 种离子很累啊 都是工啊 可是下一句却说 做农没有要算工钱的 对啊 这两句话都都在一起 怎么好像哪里怪怪了 对不对 没有错 如果他们今天有做会计账的时候 摊开来 他们人事成本后面写零耶 对啊 可是什么可能 一定有啊 他们 他们只是把这些制裁被扣掉以后 然后就说 哦这就是我赚的 但实际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那 当你一个合理的利文空间没有出来的时候 它的价格没有回归到市场上 应该要有的价格的时候 没有利文空间 年轻人不会回来做 嗯 他来种离子 还不如去Seven占大夜班 对不对 你都换算过啊 嗯 这附件因为我们还有一些科学园区 所以这边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往科学园区去了 嗯 去占产线也好 做工程师也好 不太有人愿意回来这边再继续务農 所以 我们开始在思考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我们可以把我们刚刚上述的这些问题 它的解决方法全部扛办在一起 嗯 并且让它是一个可以上转的 当利润出来的时候 模式建立起来以后 连这边的老农 它都能够轻松的配合的时候 之后 之后 这里的产业要再转型 才有机会 嗯 所以三万里果树任养计划 就应运而生了 嗯 他简单的说就是 第一个 我们在种植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要上架给消费者任养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的树我们也会帮他们编号 诶 这样他们就可以分号管理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他们要定价 我们把定价权回归到农民手上 等一下 呃 你是指你结合了很多农民 不是只有你自己的梨树 在做果树任养计划 没错 你是扩大整个三湾这边的 找农民一起合作 然后串联生产消费端这样子的 诶 嗯 到底怎么运作 对你说 你刚刚已经说到 让他们农民自己定价 嗯 就通常不就这样吗 嗯 应该是这样子说 第一个 其实现在台湾的农产品的价格啊 还有很大一部分 其实是决定在中间的盘商 嗯 对因为他们收进来以后 最后卖出来的那个末端价 那个行情是谁在订 其实盘商在订 嗯 很简单的商业模式 我今天如果我是盘商的话 我当然希望卖越高 然后我进货进越低越好 嗯 当然 可能会有一些人说 啊盘商剥削啊 什么什么的 我们不太喜欢往这个方向去 因为也有良心盘商 我们不可以一杆子打扮一条船 对啊 但是 这个是很很基本的算计啦 讲一句实在话 所以变成说 当今天第一线生产端 他自己本身没有一些商业技能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做市场调查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做商品定位 找到对的市场区隔的时候 他没有定价策略可言 那那个时候他们这个价钱该怎么定 变成就是所谓的行情 看谁的行情 那这个行情又是谁定出来的 当然是销售端定出来的 嗯 所以就变成说 即便是自产自销 也经常性的 你以为是农户自己定的行情 但实际上不是 他们连自己的单位成本 都没有办法精算的时候 怎么做出精准定价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透过帮农户 建立生产参数的过程中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今天我种这个离子 除了看得见的付出的辛苦以外 还有一些看不见 你过去没在记的这些成本 你大概应该要怎么计算 最后你的定价策略 应该要怎么定 才会让消费者买的是非常划算的 你自己本身不要赔钱 对啊 那我们的开始是先从 我们三万里的高階离 产销班第二班开始 那我们大概七八个农友 一起来加入我们 所以说 这个山头啊 这一区附近好几个农场都是 你们刚刚那条路上来的时候 我旁边有看到一个很大的海报 对对对对对 那个也是我们合作的农友 嗯哼 那农友的部分 力量串联了 那消费者端是又怎么样进行 在消费者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成立粉丝团 然后我们有成立官方网站 那我们第一年推动的时候 我们还有上那个Flying V 上木制平台去 虽然说木制失败了 对 因为大家太陌生了 这到底是怎么做的 对啊 可能太新了吧 对啊可能太新了 大家可能比较 比较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接受 但是其实这几年 我们就是透过媒体 新闻媒体 其实他们 新闻朋友们都很帮忙 对啊 一直帮我们的promote 然后包含我们粉丝团的宣传 官网这边的曝光 其实慢慢的有建立起一批客群来 对啊 而且其实我觉得非常难得的是 我们透过这个模式啊 把生产端跟消费端拉得更近了 我们中间 可以用食农教育 来做一个强连结 那在消费端这一边呢 因为透过这个任养模式 你在买农产品的时候 不再是像以前 哦我就只是去传统市场 看看逛逛 看到喜欢的润金秤凉来买而已 你对 对那个生产链没有感情 嗯 可是现在透过这个任养模式 消费者产生了感情 怎么说呢 以前 呃 大家可能看到台风来了 哦耶 台风价太棒了 自从果树任养计划开始以后 只要每逢台风 就有客户打电话来 问我们这边受害严不严重 有没有要帮忙 如果是刚好遇到收成期 甚至还问说要不要来帮忙采收 嗯 有一个任养者跟我们讲 让我们也很感动很鼓励 他说 以前他在买的时候 真的没感觉 看到什么台风怎样 我真的没感觉 当我今年我任养一棵果树的时候 我发现 这棵果树到底收成好不好 我现在很关心耶 对啊 然后甚至像今年年初的寒害 哦 我们大概三四月的时候 还有一组任养者也是来 他说 我重点是来看看你们 嗯 对啊 因为我知道今年寒害很严重 我真的是要来看看你们 你们太辛苦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 都是很大的鼓励 当我们发现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良性循环底下 那生产者他可以更放心的去专心于他的生产跟技术的精进 而且他做的事情都有根有据的 那在消费端这边的时候 他有一个场域 他可以来这里 确实去体验说 农产品到底是怎么被培育出来的 而且他还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其中的时候 更有那个认同感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良性的模式啊 应该要再被扩大再被复制 嗯 嗯 第四届百大青农 以秀文身为这个刚好有征选上 他得到的资源 你觉得这会有哪些帮助吗 还是说你 其实你们看到更需要的是什么 嗯 首先呢是选上百大以后 当然农政单位他们会专案辅导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话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也可以去请陪伴师来 等于我们可以有一个夜市来辅导我们 像我们这次我们请我们请来的辅导师啊 就是那个草精灵生技公司的 林寿义林老师 他算是台湾这边做生物防治第一人 在我们的田间 我们从今年开始施做生物防治 等于说我们都尽量少用农药 然后移虫吃虫 移菌治菌 我们三天前才请那个三万国小的小朋友 来这边校外教学 我们教他们怎么放天底昆虫 对啊 其实真的都还蛮有趣的 那同时林老师他们 他们的公司啊 还有成立一个可以做农产品加工的 他把它做成冰淇淋 然后他们的公司叫蜜朵粒 那他也有帮很多农友 帮我们一些刺激品 比较没有卖相的品项 我们把它做成冰淇淋 或者做成糖果饼干 这种其他的加工品 让我们农产品可以全国利用 其实像这个部分啊 就是我们透过百大 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强力的资源 因为当今天我们 除了鲜果销售没有问题的时候 连刺激品这些东西 都能够有一个非常畅通的管道 可以让它变成是一个 很有价值的商品的时候 除了收入没问题以外 对于农友来说 最大的意义是在 他们不用再担心说 我今天我品馆变严格的时候 我刺激品变多了怎么办 嗯 当我今天刺激品 也可以销得很好的时候 那我就尽量把它变严格啊 嗯 我越严格的东西 我是不是价钱也可以抬得越高 嗯 对啊 那个东西才叫真材实料的好 才叫真的品质保证 所以我们希望 从底层 做出这样子的一个 良性循环的时候 那带动整个产地 通通都可以 往品质来围导向 嗯 对啊 而不是在传统的说 啊我要去拼产量 怎样怎样 说真的拼产量 那是二战时代的观念 对啊 欸你这个少年郎 岳父应该是很爱你啊 岳父应该很欣赏你这个少年郎 很趣 说话这个吊吊很不错 这个老少嫌疑 也要听听太太这一方面 最后帮我们做个节语 秀文来 怀孕六个月的妈咪 在果园 有没有特别辛苦 有啊 前期都一直出血 所以今年就比较 我没有办法 做一些农屋的事情 这样子 什么事叫老公他都会做吗 会啊 不怪地人疼 哈哈哈哈 一损的结 这样子 就是非常辛苦 所以高阶里的工真的很多 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其实高阶里 是用土长枝去嫁接 所以 像我朋友去韩国 晚上有一次就 传照片给我看 他就说 为什么人家离子要用采的 你们都是用剪的 为什么 我说因为人家是原生种的 就是像苹果一样 你可以直接采 啊我们是用那个 利用土长枝去嫁接 对 有点像代理育母的概念 这样子 他生的是混血儿 这样子 对 谢谢 原来三万里都是混血儿 水梨啦 是水梨吗 叫水梨 对 其实现在目前台湾市场梨 产地的梨 几乎都是这样子做啦 基本上大家都是做高阶 因为那个市场街都 接受度比较高这样子 消费者都涂这个口感 就比较又来啊 对啊 你希望我们要改变吗 其实我觉得这还是要靠农政单位 就是研发好一点的品种 就是让我们可以不用一直嫁 就是不需要嫁接 就是自己原生种的品种 也很好吃 这样子 对 这太有道理了 关于三万里的果树任养计划这些 刚刚其实志雄已经说的 我们真的是觉得也蛮感动 也感受到这件事情 很值得推的未来的希望 你觉得志雄在这个苗栗的小村庄 他能够这么样支撑到现在 你觉得他有什么秘诀 还有包括你看整个家人 还有这么多农友 可以跟着你们一起合作 你觉得他是有些什么特质没有 你老公 有点难回答 怎么办 就 是不是很健谈吗 还是不怕 不怕失败啊 还是 我真的是因为不怕失败 然后就是一起去跟附近的农友沟通 然后说他的理念这样 希望可以创造一个共好的环境这样子 对 他用什么方式去沟通啊 他 他不会客家化啊 你们这边都讲客家话对不对 对啊 可是就是你 你讲过也是会通啦 对啊 就是顶多可能 你看到老农 脸上有问号的时候 你就大概帮他翻译一下这样子 他就是真的很会讲 这三头大家都知道 农村需要论树立啊 好 这句话很重要 农村需要论树立是不是 真的 因为 其实不 不论是 不论是老农还是青农啊 都好 嗯 他们想做的事情 必须要是有根有据的 那 在 在整个模式 他具现化的可能 的可能性是必须要有的 然后 你要能够把它 有条有理的 给陈述出来 才有办法去渲染 去宣传你的理念 然后 才会有更多志同道合人来帮你 不然 讲句实在话 你自己一个人要干这么多事情 基本上不可能 需要大家来帮你 所以其实 呃 如果能够透过这个频道呢 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 想要务农的青农们 如果说 我们要传达一点什么的话就是 如果你有需要求助的时候 一定要说出来 嗯 然后 不要吝啬于去 宣传你的理念 嗯 只要你真的很坚信 你自己做的这件事情 是对的 你就好好地去跟大家说 你一定会找到 一批 愿意帮你的朋友 一起来 甚至是 你的论述中 如果有一些还不完整的 你也可以透过 在分享 讨论 人家给你建议的过程中 你可以一直不断地去滚动心修正 最后 它会成为一个 真的能够具现化的 能够去 完成你的理想的 一个非常可行的模式 那反正就是去做就对了 嗯 谢谢发言人 谢谢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住在苗栗或苗栗附近的朋友们 有没有听说过三湾青农蔬果香呢 今天我们认识三湾梨的同时 还要在加码告诉大家 另一个好东西 就是三湾青农的蔬果香 这是由一群热血青年农民 为了家人 为了食物安全 以生产在地 安全新鲜食材为目标 所推出的蔬果香 因应季节 气候 而推出最丢席 又在地的有机蔬果 每一箱产品出货的农场 都是通过有机认证的 包括有 晴晨有机农场 河背庄农园 和熟工的饭骨菊园 大米觉得订购蔬果香 是有很大乐趣的 每次在打开箱子的时候 都有惊喜 看到那些知道名字的啦 或叫不出名字的蔬菜水果 一想到 每一个都可以安心吃下肚 为自己 为家人煮出最纯粹的美味料理 这种蔬菜香 不定就太可惜了 所以 如果你也想支持三湾青农 他们所生产的安心蔬果 同时为苗栗的农村留下人才 欢迎直接用FB搜寻关键字 三湾青农 就可以找到三湾青农蔬果香咯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青农世纪 UNEAR节目 我是林大米 网路上可以搜寻 米米之音四个字 你将可以看到更丰富的农村故事资料库 米米之音 米就是到米的米 米米之音 我们下礼拜一傍晚5点20分空中见 拜拜